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现在社会当中 因为网络经济发达 不但买卖物品可以在网络上快速交易 也有很多人呢 当他在金钱上面急着想使用的时候 因为不想花时间 在银行这些金融机构正式申请贷款 就在网络上随机找所谓的金融平台借钱 快是很快 也几乎没什么手续 但是因为没有正规的管制 到要还钱的时候啊 不但利息高到暴 催债的手法通常也很极端 借钱的人眼看最后走投无路 崩溃自杀 这样的事在社会新闻里面 已经报道的太多了 可仍旧阻止不了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乍看之下 似乎很难理解这些借网贷的人呢 我也听过有人批评他们 活该 明知道这么高的利息 明知道还不起 为什么还不计后果地往里面跳呢 只是我觉得 这好像也没碰到问题的重点呢 我倒是想起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老师就曾经提到 在人的行动判断里面 有一个叫做稀缺性原则 怎么说呢 就是当人自觉得某项资源既稀少又缺乏的时候 比方说金钱吧 不论这个缺乏是不是事实 那么他的注意力 很快就会被这个 他自认为稀少缺乏的资源完全吸引 思想变得容不下别的事情了 甚至判断力和智力也会受到影响 急速下降 一旦看到任何可能得到这项资源的机会 就算明显有极高的风险 他们在理性上也意识不到了 只会扑上去 听起来 这好像笨得不可思议 但是看看今天 许多商家卖东西 不就是先说服人相信 这是你既缺乏又稀少的资源哦 这样客人一定会不加思索 不惜一切地抢购了 遇到这样的欲望陷阱 怎样才能提醒人避免受害呢 提摩泰前书六章八节 就劝人先冷静想想 其实人本来只要有依有实 就当知足 我觉得这似乎就是个很好的提醒呢 你认为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 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atgmail.com 52mtalkat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欢迎订阅